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这期的播客我们带来的是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 第36封 你就是自己的贵人 亲爱的约翰 昨天就在昨天 我收到一个立志要成为富翁的年轻人的来信 他在信中恳请我帮忙解答一个问题 他缺少资本 他该如何去创业致富 他是想让我给他指明生命的方向 可是教诲他人似乎不是我的专长 而我又无法拒绝他的诚恳 这真令人痛苦 但我还是回信告诉他 你需要资本 但你更需要常识 常识比金钱更重要 对于一个要去创业的贫寒子弟来说 他们常常因为资本匮乏而感到苦恼 如果他们在恐惧失败 他们就会表现得犹豫不决 以蜗牛般的速度缓慢行进 甚至止步于成功之路 而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我在给那个年轻人的回信中特别提醒他 从贫穷通往富裕的道路永远是畅通的 重要的是你要坚信 我就是我最大的资本 你要锻炼信念 不停地探究产生迟疑的原因 直到肯定取代了怀疑 你要知道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 你是无法达成的 信念是带你前进的力量 每一个渴望成功的人都应该认识到 成功的希望就隐藏在他自己身边 只要认识到这一点 他就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信中我给那个年轻人讲了一个故事 我相信这个故事定将讳责于他乃至所有的人 这个故事也是我从他人那里听来的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这样说的 从前有个名叫阿尔哈菲德的人 住在离印度河不远的地方 他拥有一大片兰花园 另外还有数百亩粮田和繁盛的园林 他是个知足的人 而且十分富有 因为他很富有 所以他十分知足 有一天 一位老僧人来拜访他 坐在他的火炉边跟他说 你富有 你的生活舒适而安逸 但是 你如果拥有满满一手钻石 你就可以买下整个国家的土地 要是你能拥有一座钻石矿的家 你就可以利用这笔巨富的影响力 把孩子送上王位 哈菲德听了老僧人这番极具诱惑力的话之后 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仿佛变成了一个穷人 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一切 而是他开始变得不满足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贫穷 也因为他认为自己很贫穷 所以得不到满足 我要一座钻石矿的想法 在他的脑海里营绕不断 以至整晚都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跑去找那位僧人 老僧人一大早就被叫醒 非常不高兴 但哈菲德完全不顾忌这些 他满不在乎地 把老僧人从睡梦中摇醒 对他说 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 可以找到钻石吗 钻石 你要钻石做什么 我想要拥有庞大的财富 哈菲德说 但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钻石 哦 老僧人明白了 他说 你只要在山里面 找到一条在白沙上穿流的河 就可以在沙子里找到钻石 你真的认为 有这样一条河吗 多得很 多得很哪 你只要出去寻找 一定会找到 我会的 哈菲德说 于是 他卖掉农场 收回借款 把房子交给邻居看管 就出发寻找钻石去了 哈菲德先是去了月光山区寻找 而后到了巴勒斯坦 接着又跑到欧洲 最后 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变得一文不值 他如同乞丐般 站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海边 看到一道巨浪 越过赫丘利市 石柱汹涌而来 这个历经沧桑 痛苦万分的可怜虫 无法抵抗纵身一跳的诱惑 就随着浪风跌入大海 终结了一生 在哈菲德死后不久 他的财产继承人 拉着骆驼去花园喝水 当骆驼把鼻子伸到 花园那清澈见底的溪水中时 那个继承人发现 在浅浅的溪底白沙中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他伸手下去 摸到一块黑石头 石头上面有一处闪亮的地方 发出了彩虹般的色彩 他将这块怪异的石头 拿进屋子 放在壁炉的架子上 又继续去忙他的工作 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几天后 奈格告诉哈菲德 在哪里能找到钻石的老僧人 来拜访哈菲德的继承人 他看到架子上的石头 发出的光芒 立即奔过去 惊讶地叫道 这是钻石 这是钻石 哈菲德回来了吗 没有 他还没有回来 而且那也不是钻石 那不过是一块石头 是我在我家的后花园里发现的 年轻人 你发财了 我认识钻石 这真的是钻石 于是 他们一起奔向花园 用手捧起西底的白沙 发现许多比第一颗更漂亮 更有价值的钻石 这就是人们发现 印度戈尔康达钻石矿的经过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钻石矿 其价值远远超过南非的金玻璃 英王皇冠上镶嵌的库伊努尔大钻石 以及那颗镶在俄皇皇冠上的 世界第一大钻石 都是彩自那座钻石矿 约翰 每当我记起这个故事 我就不免为阿尔 哈菲德叹息 假如哈菲德能留在家乡 挖掘自己的田地和花园 而不是去异乡寻找 他也就不会沦为乞丐 贫困挨饿 以至越入大海而亡 他本来就拥有遍地的钻石 并非每一个故事都具有意义 但这个故事 却给我带来了宝贵的人生教诲 你的钻石 不在遥远的高山与大海之间 如果你决心去挖掘 钻石就在你家后院 重要的是要真诚地相信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 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方向 和价值去向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我以为 不相信自己的人就跟窃贼一样 因为任何一个不相信自己 而且为充分发挥本身能力的人 可以说是向自己偷窃的人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创造力低落 他也等于是从社会中偷窃 由于没有人会从他自己那里 故意偷窃 哪些向自己偷窃的人 显然都是无意中偷窃了 然而这种罪状仍很严重 因为其所造成的损失 跟故意偷窃一样大 只有借除这种 向自己偷窃的行为 我们才能爬向高峰 我希望那个渴望发财的年轻人 能思索出其中所蕴含的教诲 爱你的父亲 感谢收听天天播客 下期我们继续带来洛克菲勒 留给儿子的38封信 感谢收听天天播客